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称中方所谓破坏性的反竞争政策使美航司处于不利地位 信件称若任由中国航空市场继续增长 不考虑市场准入的平等 中美间航班将继续被割让给中国航空公司 代价是牺牲美国31.5万名员工和企业的利益 他们呼吁拜登政府暂停美中之间的额外航班 但分析指其原因是美航司选择避开俄罗斯领空的做法 增加成本和航程 将其自身处于商业竞争的弱势一方 在疫情之前 美中航空公司每周各有超过150班往返客运航班 从3月31号开始 中国航司将每周往返美国的航班 从目前的35架次增加到50架次 周四 美国、日本、菲律宾首次三国峰会在白宫召开 美国总统拜登强调了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御承诺 三国还宣布在菲律宾启动印太地区第一个经济走廊 中方则指出日非不要把阵营对抗引进本地区 此次峰会只有开场6分钟对媒体开放 美国总统拜登在致辞中 首先强调了美国对于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盟友 坚定不移的防御承诺 并称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涵盖在南海的菲律宾飞机、船只以及武装部队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表示 这次峰会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三国还将共同面对更多复杂的挑战 美国司法部周四宣布一项要求在网上和枪支展 销售枪支的人必须获得联邦执照 并进行背景调查的规定已经敲定 并将很快生效 该规定的目的是填补枪支展漏洞 要求在枪支展、其他场所和网上销售枪支武器的人 必须遵守与枪支商店相同的要求 及对潜在买家进行背景调查 虽然新规将扩大背景调查的范围 但并不能涵盖全部情况 例如家庭成员之间的枪支转让仍然不需要进行背景调查 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表示 今天的规定将使枪支远离暴力犯罪分子之手 从而拯救更多的生命 让社区变得更加安全 周五 前总统特朗普机密文件案的共同被告诺塔和德奥利维上诉法院 要求驳回对他们的指控的动议 同时特朗普的长期助手诺塔的律师将要求美国地区法官坎农 以违宪含糊为由驳回此案 特朗普海湖庄园的物业经理诺塔和德奥利维拉 去年8月与特朗普一道 对涉嫌试图删除海湖庄园监视器录影的阻挠指控表示无罪 6月有37项犯罪指控与特朗普离开白宫后处理机密资料有关 诺塔还被指控在2022年5月向FBI撒谎 并表示他不知道机密文件一事 周五早上该访谈的笔录在法庭被审记录中公开 致命的桥梁倒塌事件发生后 巴尔地摩港暂停运营导致8000人失业 许多码头工人已经数周没有拿到工资 正在等待货船恢复运营以便重新开始工作 部分工人仍在附近较小的港口工作 或处理桥梁倒塌前留在巴尔地摩的少量货物 美国海岸防卫队指挥官表示 由于水矿原因 潜水员正在努力应对能见度很低的问题 能见度只有大约1英尺 修复工作困难 陆军工程兵团则表示 希望在4月底之前为小型货船清理通道 并在5月底之前重新开放整个港口 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 备受喜爱的N&Alt汉堡连锁店总裁斯奈德表示 随着加州新的快餐最低工资法于4月1号生效 将基本工资从每小时16美元提高到20美元 他努力降低其餐厅的价格 斯奈德补充说 他觉得有义务照顾客户 并表示与竞争对手不同 N&Alt并没有很快地提高价格 随着新法的生效 加州多家快餐连锁店 已经宣布计划提高价格或裁员 根据报道 N&Alt的洛杉矶一家餐厅的汉堡价格 上涨了25美分 饮料价格上涨了5美分 斯奈德还表示 N&Alt短期内不打算成为上市公司 采用特许经营模式 或在东海岸开设餐厅 加州高铁管理局 即将为美国第一个高铁系统 采购列车 本周该局董事会批准发布提案请求 将敲定建造承包商 当局表示 需要建造6辆 220英里每小时速度的电动列车 其中包括两辆 用于测试和试运营的原型列车 其中4辆将部署在连接 莫塞德和贝克斯菲尔德之间 约171英里初时运营段 这些原型机需要在2028年之前交付 其他4辆将在莫塞德至贝克斯菲尔德段 接近运营时抵达 当局表示 所有列车组都需要进行测试 以达到最高242英里每小时的速度 加州公路巡逻队近期在洛杉矶和成郡调查发现 价值30万美元的乐高套装被盗 现已抓捕4人 调查人员表示 这些套装都是从塔吉特 加德堡和劳士等商店偷来的 打着合法采购的幌子 在出售给消费者和商店 4人因有与油组织零售盗窃 重大盗窃和共谋有关的指控而被捕 当局表示 如果您有有关油组织零售盗窃的信息 可以向CHP举报 据多份报道称 大型零售商塔吉特将在自助结账通道上 安装摄像头以防止盗窃 根据报道 这项名为True Scan的技术 可以辨识未扫描的物品 该技术将在商品未经过扫描时 向购物者发出警报 True Scan摄影机还可以追踪那些屡次不打电话 或不正确扫描物品的人 摄影机并不是塔吉特对其自助结账通道所做的唯一改变 上个月 该零售商开始在全国2000家商店限制每人10件自助结账物品数量 近年来 塔吉特和其他主要零售商实施了更多的防盗措施 例如将更多物品锁在柜子里 纽约市执法部门表示 特朗普封口费审判临近将在市区部署更复杂的安全计划 特朗普本人将出庭 并且无法选择跳过任何预计为期6到8周的审判 且在现在是共和党大选候选人 这增加了人身安全风险 也意味着警方需要更强有力的安保方案 官员表示将监控社交媒体以应对 从独狼威胁到重大抗议和骚乱等各种事件 纽约警察局情报和反恐部门指挥官表示 当今威胁的范围比2016年时更大 当时他们也针对特朗普采取了类似的安全措施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每周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每周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